嗨,大家好,我是棒妈 现在开启容嬷嬷,扎蒸模式 鸡翅两边都给它扎一下 明天我要给我们的小可爱做他们的最爱 韩式炸鸡翅 加上料酒,生抽,蚝油,二凉腌料 再滴几滴香油 我们看韩剧,韩菜里很少有炒菜 凉拌菜巨多 他们都喜欢加点香油来提升口感 最后再加一些蒜末 鸡翅在炸制的过程中 很容易流失水分,肉发干 那就需要来点鸡蛋和牛奶 保持鸡翅的鲜嫩多汁 正宗的韩式炸鸡是没有二凉腌料的 不过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味道 今天的做法也算是改良吧 红薯粉加水,调成西面糊 摊成薄饼和肉炒 第一次去婆婆家 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一盘红薯粉炒肉片了 红薯粉吃着筋筋的 有吃肉的感觉 就是这一盘菜呀 成功的俘获了我的胃 有个会做饭的婆婆 多么幸福呀 回来后我就决定嫁给蹦爸了 蹦妈家两件行 看看有没有丈母娘看上的 接受提前预定啊 已经习惯了晚睡 每天都是11点多 我都担心自己会提前衰老 但是没有办法呀 你不干谁干呢 大家早安 超人蹦妈又要开始干活了 今天吃米饭 五个菜 一个汤 先把配菜清洗干净 西野有东南西北四个江 我们在南江 屋价相比其他地方的要贵一些 同样的蔬菜要贵几毛钱 甚至几块钱 红萝卜是两块钱一斤 除了土豆和白菜以外 红萝卜算是比较便宜的蔬菜了 土豆买了一袋 批发价 八毛钱一斤 贪了个便宜 吃大亏 中间好多是坏的 把鸡肉清洗干净 蹦妈今天给大家分享正宗的黄焖鸡的做法 和我们做普通的土豆烧肉呢 还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区别呢就是鸡块不用焯水 直接浸泡一个小时去血水 黄焖鸡少不了的干香菇 清洗干净后再泡水 泡的水不要倒掉 有妙用 每次吃米饭炒菜倒不发愁 切菜让我头大 都是几大盆的菜 我想买个专门的切菜鸡 有人说不好用 你们有用过的吗 我准备入手一个求推荐 把今天的配菜和配料呢切一下 开始做今天的第一道菜 炸鸡 炸鸡若想好吃 炸粉是关键 一碗面粉 半碗的淀粉 面粉和淀粉的比例 2比1 最好是红薯淀粉 红薯淀粉的吸水性强 炸出来的食物更干爽 鸡翅先裹上干粉 再蘸水 反复两次 这样呢裹粉才牢固 炸出来呢 它外面有一层酥酥的外皮 把多余的面粉抖掉 这时就能看到零片状的粉皮了 这就是炸鸡处理的关键 全程开中小火 下锅油炸 时间比较长 3-5分钟 上次用的小鸡腿 炸的时间太长 做饭的时间都来不及了 今天学聪明了 买的是鸡翅 用筷子轻轻扎透 肉就熟了 盛出 再次高温复炸一次 外皮更酥脆 鸡翅这样做呢 鸡肉鲜嫩多汁 外皮香酥 干脆 还是炸鸡 还差一份 还是酱料 还是辣椒酱2勺 番茄酱2勺 蜂蜜2勺 水2勺 炒香蒜末 把酱料倒进去 炒至酱料浓稠 起泡泡出锅 有几个孩子 吃不惯这个酱料的味道 鸡翅呢 也就不拌酱料了 喜欢吃的孩子呢 他们自己蘸酱吃 鸡肉沥干水分后 加上料酒 生抽和蚝油 腌制10分钟 黄焖鸡属于卤菜 黄焖离不开黄酱 它是黄焖菜里 最重要的调料 和酱香味的来源 黄豆酱和蚝油 1比1的比例 所有不放黄豆酱的 黄焖鸡 都是不正经的 黄焖鸡 油热 来上几个八角 八角是去腥 提香的作用 炒香后 把腌制好的鸡块 放进去 看已经炒出了好多水 把水避出来 也能去除一部分的腥味 炒干水汽后 把鸡肉盛出来 把葱和姜炒香后 再把香菇倒进去 再把姜料倒进去 卤菜里讲究 逢酱不离姜 姜能很好的激发 黄酱的香气 一定要记得放哦 把鸡块也倒进去 翻炒 香菇水的妙用在此 用香菇水煮出来的黄焖鸡 会比用清水煮出来的味道更香 把土豆放进去 焖煮25分钟 出锅前撒上青红椒 来一点点的盐和糖 这一锅香喷喷的黄焖鸡 就做好了 第三道菜 日本豆腐宝 日本豆腐又叫鸡蛋豆腐 虽说是豆腐呢 但是它不含任何的豆类成分 主要的成分还是鸡蛋 价格比较实惠 一块钱一根 豆腐块 裹上淀粉 下锅油煎 煎出脆脆的一层外皮 料汁配比 一勺盐 一勺糖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淀粉 再加少许的清水 搅拌均匀 炒香葱花后 把西红柿丁倒进去 炒出汁 放上金针菇 最上面 把煎好的日本豆腐摆上去 倒上料汁 盖盖 焖煮三分钟 撒上青红椒段 这道菜呢 是咸甜口味的 非常的下饭 菜摊老板送了我一把苦橘 苦橘红萝卜拌上豆豉鲫鱼 加上生抽 米醋和糖 搅拌均匀 一道简单快手的凉拌菜 今天的午餐还算丰盛吧 醋溜白菜 红薯粉炒肉片 青笋炒鸡蛋 一个几个鸡 一个几个鸡 今天一人两个 阿姨是不是上面的 我给你拿块钱 不能用手 这样子了 你们都不给你收 你也不给你 去鸡翅你吃几个 不是打菜去 鸡翅给我分一个 这是 好 给我分一个 他只吃一个 趁着去吃一个 好 给我分一个 一会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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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人家抢了 你再还没吃了 你再吃了 现在分了 都分了我就没了 你两个人吃不了了 你再要三个 等会 我让他们做完 就吃一个 我吃一个 你要吃 你要两个 他不吃给我分一个吗 你拿个块钱 你拿个块钱 我没说我就买的 我也没吃了 来 来 分一个 那今天鸡翅好不好吃 那今天鸡翅好不好吃 这鸡翅好吃 但是好吃 一二三四 你妈吃 好了 有五个 你快点了 王爷爷爷的 这个好吃 这个 比可能这个都好吃 好吃 你吃五个了 今儿差